大埔這裡,很多人來看海星 每一個海星印下,你都可以找到一隻 政府計劃用一億,將這裡改造成人工沙灘 如果我們需要一個沙灘,那裡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大家想不想在新界的東北面有一個沙灘? 政府計劃號資一億三千多萬,在大埔大美督起人工沙灘,希望推動旅遊業 計劃已經獲得環境諮詢委員會初步接納 不過那裡的水質多年來都不太好 也有人擔心人工沙灘會破壞自然生態 這筆錢用得值不值呢? 凌晨五、六點,你扮愛好自然生態的人已經出動 這裡又有,然後過來這裡又有 這裡又有很多隻 沙灘上一個一個星星的印 隨手翻起都是海星 這裡再有,密度是相當高的 在香港來說其實是比較少見到 有這麼多隻同一時間 在一個這麼小的沙灘上 黃之進是自然生態導賞團的導師 他說這裡找到的海星 真正屬於罕有的不算多 不過數量就非常多 幾十隻其實是少的 如果是水退的時間 這裡過百隻,甚至上千隻也會有 其實如果再加上適當的季節 二月至六月繁殖季節 他們會更多 會上到這些灘上聚集在一起 這裡是靠近大美篤的龍尾灘 不單止海星 他們還找到超過一百種不同的生物 海潑魚,不同品種 前面那兩隻就是竹蘇 這兩點 這些其實我們對牠的認識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 但這兩隻我想應該都不是常見 他說香港研究海洋生物的人多 即使是蝦蟹這些很普通的生物 很多品種都未搞清楚 特別之處就是沒甚麼人認識牠 蝦蟹那些在香港來說 其實有經濟價值 即是有使用價值那些 就會有人知道 政府計劃動用一億三千萬 在這裡建人工沙灘 預計今年底動工 二零一零年底完成 黃志進擔心 將來這裡的生物 都不能夠生存下去 有些人會覺得 這些東西都是很普通很常見 但我們不希望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香港 原來以前很多 以前經常說很多的灘 都有很常見 很多的海星 其實現在數一下數一下 已經越來越少了 難道真的要到這些 就是貧系絕種 很少我們才會保護嗎 人工沙灘的位置 在大埔大尾篤龍尾村前面的一個石灘 預計長200米 面積達到1.9公頃 要挖走原本海藏有的泥沙 再鋪上四萬七千多立方米的沙粒 兩邊就要建造長一百三十多米的護沙堤 以防止沙粒流失 我那天去看也看不到 因為海星來說是發光的 看海星來說最多是看的 就是對面那裡 對面那裡 那裡 然後探水湖那邊 比較多是開省的 身為大埔原居民的文春輝說 幾十年前這裡都是一個沙灘 現在只是將它恢復原貌 船灣這個海岸線有九點二公里那麼長 但是我們只做這個沙灘 只有千分之二 就是二百米 如果是將千分之二裡面 或者百多種來講 影響就非常少 香港唯一的人工沙灘 是在屯門的黃金海岸 配合旁邊的酒店和市集 成為了旅遊點 兩三年前 這裡還可以看到整個沙灘 不過到了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海沙嚴重流失 現在政府正是委託顧問研究 怎樣解決 其實幾年前 赤柱和淺水灣也曾經重鋪海沙 總共需要約九千萬 人工沙灘要在兩邊加建護沙堤 大美督這裡的規劃 長度由原定八十米 延長到一百三十米 防止海沙流失 不過 又會產生新的問題 這裡整個就是吐露港 龍尾 還被馬史洲、鹽田仔 這些包圍著 所以我們這樣才擔心 如果我們在這裡做了 人工沙灘 再加上在這個人工沙灘裡面 我們有兩條好像牆壁 去包住這個沙灘的話 其實這個水質的自然沖灘一定是差 水質一定是差的 也要是有所謂的 在這裡